福建舰西装工作已经完成,即将函事 配套的舰载机已经开始准备量产 航母将迎来新萌奖 哈喽各位老铁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秘财虎,我是虎妞 福建号航母的电磁弹射器供棚已经全部拆除 这说明整个的电磁弹射器的建设已经完毕 而接下来,福建舰将进行相应的试航行动 从整个项目进度看,福建舰基本上可以确定 在今年年内进行试航测试 明年正式入役解放军海军 与此同时,为其配套的殲-35舰载机 也多次进行了试飞测试工作 可以说,海军的殲-35也进入到了大规模量产 并且装备部队的前夜 而值得注意的是,除了殲-35 福建舰将迎来新员猛将 和殲-35一样,都将作为福建舰的下一代舰载机主力 就是殲-15B舰载机 这是未来几十年内解放军舰载航空兵 唯一的重型主力战斗机 对于殲-15大家可能非常熟悉 因为殲-15是中国第一代舰载战斗机 参考了殲-11B和苏-33舰载机的技术 2009年就研发成功 这些年主要装备海军的辽宁号和山东号两艘航母 总数不超过70架 当初选择从侧位家族战机的基础上发展监视固 实际上就是看中了重型战斗机的优势 重型舰载战斗机拥有挂带量多 油料搭载充裕等优势 同一艘航母上搭载重型战机相比于搭载轻中型战机的配置相比 重型机的武器搭载种类和数量 以及整个的飞机作战半径要比轻中型战机更出色 而且还有一个关键优势 坚实物这样的重型机在改装前列上要比中型机更大 较大的集体和充足的改装冗余 足以支持坚实物持续进行符合未来作战升级的全面改装 不过目前国军辽宁号和山东号搭载的坚实物并不是完全停 因为这两艘航母是常规滑跃起降的方式 没有弹射器 只能依靠斜角甲板将殲-15拖上天空 殲-15要想在航母200多米长的甲板上短距起飞 只能依靠自己的两台发动机 这就限制了飞机的载油载弹量 太重带不起来 因此 殲-15在航母起飞 其最大载弹量只有6.5吨 严重影响飞机本身作战能力 而一般情况下 殲-15在陆地起降满弹起飞 能够搭载10至11吨的弹药 即便是连最大起飞重量都不如殲-15的美国FA-18EF舰载机 FA-18EF依靠航母的弹射器都能够搭载8吨的外挂弹药 可以说航母常规的起降方式限制了殲-15载弹载油数量 严重制约了殲-15的战力发挥 此外 在性能上 殲-15目前也存在一些问题 主要是作为2009年研发的舰载机 殲-15应用了大量殲-11B战机的技术 但目前 殲-11B的整体进数 在解放军一种新锐战机面前 只能算中下水平 不如解放军改装的殲-11B战机和新生产的殲-16战斗机 因此 目前辽宁和山东服役的殲-15舰载机 并未装备有原相控制雷达 新型航电 座舱和头盔瞄准器 以及新一代的PL-10加PL-15导弹 而是上一代的PL-8和PL-12导弹 发动机也是额制的AL-31产品 所以 目前的殲-15在性能上 是不如美军最新的FA-18EF舰载机的 尤其是空战性能上 好在自从殲-15问世后 从未停下改进之路 尤其是在福建界和相应的电子弹射器技术完善后 沈飞研发了殲-15的升级完全体型号 殲-15B 殲-15B近些年得到了中国航空工艺顶级的新技术价值 装有新型的特殊前起路架 以用于电子弹射器 航电系统全面升级 更换了最新的大阵列有源相控阵雷达 采用了全新的复合材料制造 大幅进行机身减重 可再更多弹药 发动机采用国产的涡扇10全部替代额制产品 火控系统升级后 殲-15B能够搭载解放军目前最新一代的武器弹药 殲-15B被誉为舰载版本的殲-16 可以说 未来福建界能够弹射满油满蛋配置的殲-15B 其载的量将增加至11至12吨水平 作战半径将达到1500千米的设计标准 再加上全面现代化的改装升级 整体的作战能力将全面反超超级大黄蜂 FA-18EF舰载机 可以说在常规舰载机的技术上 殲-15B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的水平 其他国家海军装备的 无论是阵风还是LCA等常规舰载战机 在性能上和殲-15B的差距就更大了